然番剧场!然番啦! 77集,子弹打在鸡血身躯上冒出无数的兴奋,前进变得十分困难。 但是灵能武器,李星辰身上同样配备,他在这时挥动右臂,顿时一颗如苹果大小的物体划过抛物线,来到了城防驻守团的上方。 急促的滴滴声响起,黑夜差时间化为了白昼。 一座灵阵在能量迸发的中心快速的勾勒完成,无数凝结成兵的兵似如雨点般的落下。 趁着城防战士抬头的瞬间,李星辰发出了咆哮,加快了前进的速度。 这支城防团显然是训练有素,后方负责指挥的战士当机也丢出了防御灵能武器。 一面光盾在列队守护的战士头顶浮现,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展开,抵挡住了披头盖脸落下的兵姿。 回过神来的城防战士当即再次朝袭来的李星辰等战士发起了进攻。 列队持枪的城防战士后面手持冷兵器,面容冷峻的战士也已经做好了紧身肉搏战的准备。 机械化的躯铁不会疲惫,更是不会感觉到痛,但体表冒出的电弧与星火却证明身体正处于高复合运转状态,随时都可能崩溃。 李星辰的速度骤然爆发,顶着密集的带入,撞毁了前排的树林战士,杀入了城防团队。 面对迎面而来的刀刃,李星辰眼眸变得痛。 体表红色灯光闪烁,过载警报声不断地在耳盘响起。 接好我这一棒,其小子。 他在这时一把扯下了位于右肩的警报器,紧接着右臂位置伸出了一柄剑刃,主动迎向了城防禁战队的包围。 未来城外,一望无际的平原已经长满了野草。 这些年来,未来城外的建设基本已经荒废,到处都堆放着建筑残骸。 此时破晓军已经翻山越岭,行军至此处了。 天空下着雨,战士们眺望北方能看到未来城方向的灯火通明,而他们所处的位置被黑暗农着。 大战将至,他们进行着最后一次修正,一簇簇簇簇被点燃,照亮了附近的环境。 但簇簇照射不到的区域在夜色中如墨汁般浓稠,令人莫名地感到压抑。 此时封锡正翻看着李星成发来的最后一封邮件内容。 齐小子,看到这封邮件的时候,破晓军应该翻越山脉,来到未来平原了吧? 想必你已经猜到了,黑影之所以选择不提前使用科技武器,对你们破晓军行径轰炸,不是内心存在和谈的可能,而是想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,与破晓军一战。 现在各大城市的居民都对和平解决问题还抱有心血,此战谁先出手,谁就会成为被各大城市舆论批判的对象。 到时候或许还会有其他领域潜伏势力,不与民意调动力量加入到对破晓军的制裁中。 我知道你根本不在乎这一点,对你来说,破晓军出征的那一刻起,就已经舍弃了推,心中没有前进。 身为未来研究院掌权者的我,现在能给予破晓军的帮助,已经非常有限了。 开战前,黑影就已经收了我们所有控制权,这时候即使我留在黑影身边,也无法影响战士的推进。 未来城的南门城门,是破晓军前进的第一道关卡,也是我选择的归宿。 约续了这么多年,多少次想要鼓起勇气反抗,但每当想到老师的临终一眼,我都选择了忍耐与等待。 无尽的等待,不断地犯错。 我在黑暗中,没有看到希望的曙光,只是觉得自己羽发的堕落。 直到遇到了你,一辈子很短,如白菊过细,转瞬即逝。 但你的一辈子很长,如高山流水,湮绵不绝。 人类有你,人族之幸,听你讲述一条条牺牲线的努力与挣扎,忽然觉得只存在于我幻想中的金戈铁马。 怪异复仇都显得黯然失责。 我曾询问老师,到底怎么样的人才才能称得上是历史为人。 他笑着对我说,成仙起后既往开来,灰映后世照耀千古,明知会枯萎,却仍不惧盛开,便是你的选择。 花出花开,花胜花哭继续花开,无数次的努力只为了定格最后不会结束的盛开。 奇小子,能与你同处一个时代,是对我的救赎,让我不再迷茫继续堕入是否真的能寻找到翻盘的机会。 别笑唬我,当年与你再形成一番闲谈,我竟然忽然有了哭的冲突。 人嘛,就是这么奇怪,受了天大的委屈都不会吭声,可当听到理解与安慰的声音时,却容易气不成声。 属于我的罪恶一生,是该到了结束的时候,别伤心,你应该为我高兴,至少我选择了高歌赴死,像战士一样去战斗,而不是继续憋屈地活着。 我已经装在了老师亲手打造的能量核心,这一战,老师会与我同在。 最后,接好我这一棒。 奇小子,等待我为破小军绽放的柱形烟花。 遥望灯火辉煌的未来城,风奇明白李星辰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,以及接下来想要做的事。 他想要夺取城门的控制权,并操控城门口的科技武器,向破小军主动开火。 这便是李星辰留言中描述的柱形烟花。 只要做到了这一点,黑影设想中站在道德制高点的计划便会破灭,他就无法再得到其他城市民意的支持。 风奇的目光转向东西方向,视线刺破浓厚的黑色,他隐约看到有身影浮现。 这些都是其他城市的人类,亦或是领域潜伏势力派来的探子。 他们的到来只是为了获取一线的情报,甚至有调查人员操控无人机飞上夜空,将实时画面传递给后方。 抬头仰望着天空,冰冷的雨点拍打着脸颊。 风奇的眼神在此时变得坚定,身前的篝火跳动,他接过母亲递来的石河,大口尽视。 接下来会是一场恶战,不会再有休息的机会。 攻入蔚来主城只是第一步,霍小军最终的目的,是蔚来城内的科技研究员。 吃完了晚饭,数小时的休整,风奇站起身来。 全军备战,准备突袭蔚来城。 听到他的命令,战士纷纷站起身来,冷峻的眼神激荡着战。 学姐,如果李星辰不成功,攻破城门就交给你了。 站在他身边的母亲当即郑重点头,眼中流露出无穷的战役。 这一战没有战术,更没有策略。 策略的意义在于几方损失最小代价的情况下,换取敌方最大的伤亡。 但是策略的意义更体现在拉锯战上,甚至是虎相拉扯数年的攻防战。 现在外部的局势混乱,霍小军的补给线太长,拉锯战只会陷入绝对的劣势。 正如他与当时秦时空所说的,此战没有任何策略,原则只有一条。 以最快的速度拿下蔚来城,不计伤亡。 别退! 他的话音落下,战士们按照最初规划的方式整理排列, 不断地拉长战线,横向形成了一条长路。 前进! 脚步声整齐,每一下都会让地面发生颤抖。 队伍中有许多年轻的面孔,他们都是刚从学府毕业就加入了破晓军的新人。 刚加入破晓军时,这些刚毕业的孩子就自虚老战士了, 自信来自于他们在破晓中的优秀战绩。 即使没有真正地踏上过前线, 却已经认为自己已经是实战丰富的战士。 但现实终究不是游戏,游戏中可以有无数次的重来, 可以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原因, 但真正的战场,失败就意味着死亡, 甚至连懊悔的机会都不会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